晚上4点50到缸子马上就开烙 新闻正前方开始直播 今天沈阳市在对3月6号发现两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例行核酸检测时 发现一例检测结果异常 请有同时空交集的相关人员 立即主动向所在地疾控中心报告 配合落实相应的疫情管控措施 3月5号15点30分到16点30分 大东区龙湖小区1986美发工厂 大东区东旺街20-16号三门 3月5号17点到19点20 樊宇美术班 沈阖区新宁街53号 3月6号9点到10点30分 陈老师托管班 大东区秦升街400号 3月6号3月6号9点10分到10点10分 宇王汽福洗车店 黄谷区鸭路江街53-1号 3月6号13点40到14点 龙湖地利生鲜东旺街店 大东区东旺街20-38号 17-917-10门 再强调一遍啊 请有同时空交集的相关人员 立即主动向所在地疾控中心报告 配合落实相应的疫情管控措施 接着说新闻 明天就是3月8号 国际劳动妇女节 各位伙伴们都准备给你的女神们 送点啥呀 还没想法的啊 咱们记者热心的小伙伴 已经帮你们打探好了 今天是3月7号 明天就是3月8日 国际劳动妇女节了 那么现在啊 很多人也把这天称为女神节 那么女神过节 男神们应该表示点啥呢 礼物千千万 唯有鲜花最好看 现在是上午10点 我所在的位置是 沙昂市和平区中山公园附近的 一家鲜花批发市场的门外 那么今年在3月8日 临近的时候 鲜花的销量如何呢 价格有没有上涨呢 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 明天就3月8日 我们是那个企业单位的 然后给员工买点花 给女性员工买花 对对对 都准备买一些啥呀 准备买那个玫瑰和康耐心 我店里做活动用给那个 就是女神们准备一些小礼物 半手礼 有比较是单枝包 能好看一些的 然后花朵大一些的 然后颜色咸艳一些的 现在还可以吧 挺好的 现在三八节都挺种植的 有的提前就把花都给买了 就提前来预定的多吗 这种老客户什么的 客户还可以 三八节比青年年还好 就是比平时稍微能多点人的 但是也是不是那么特别多 明天预计明天能多一些 明天应该能多一些吧 咋的也过节了嘛 能上浮个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吧 就是所有花财 尤其是抗耐心 能涨率能多一些 抗耐心能上浮百分之四十 今年的花财到每年都上涨 主要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也是过节 然后别的花财上涨 就是因为花比较少 全球需求量挺大 完全是缺货 因为天气的原因 昆明下雪 这个还下雪的是 还下雪呢 所以说花价就高 因为一冷下不来花 昆明那边冷些 现在花下的少 然后我们这边花过来之后 费用就大一些 价格有上涨 但购买的热情不减 鲜花寓意着祝福和美好 这也是很多人选择鲜花的原因所在 那么今年三妈妇女节 哪些鲜花卖得比较好呢 现在这个做团购率多一些 就是DIY花艺讲课 完了在自己做这条作品 女生自己做完作品 自己把这作品拿回家 完了借助这个机会 展示一下自己插花的风采 你看那种花树啊 还有假如说当位搞活动 那些这种的吧 搞活动这种感觉的了 你看这稍微大一点的 还有小一点的了 就根据每个单位的预算来算 人有的一份给那个女生 办的就是预算低一点的 就是来一个低小费的 高一点的呢 有那种这种花树啊 还有这种花栏 大个花栏 啥啥啥啥鲜和玫瑰 还有那个向日葵 向日葵的话是得高帮重的意思 因为比较 对 因为女生节有的是顺顺大的 今年基本上就是抗戴心啊 玉金香啊 蝴蝶兰呢都可以 就这种花树比较流行吗 对 花树都可以 现在人都意识上去 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不像以前只奢求一直花 现在就是简单地做个花树了 明天就是三八妇女节了 那么送师长啊 送母亲啊 送爱人啊 甚至送员工的礼物 都准备好了吗 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 可以考虑考虑这里 送一份鲜花祝福礼 诚心满满 全是爱意 提前啊 祝各位女神们节日快乐 对了 问各位女神们 一个扎心的问题啊 明天单位放半天价子 完了 问完这问题以后 好心情一下子给整没了 开玩笑啊 不要往心里去啊 提前祝各位电视机前的女神们啊 节日快乐 这两天呢 气温你看回升了 是吧 恼乎了 我看有的伙伴马路上我瞅啊 开始换衣服了 冬天那个大厚羽绒服 基本都不穿了 换上个薄点的外套 我不知道大伙发现没啊 就是每年一到这个 换季换衣服的时候 偶尔就能碰上点意外的惊喜 啊 什么叫意外的惊喜 你比如说 从很长时间没穿着衣服 兜里头 呗 发了点钱 哎 有没有啊 哎 一到换季了 一插兜 哎呀 哪来钱呢 你看 一伸手一摸 那一瞬间 哎呀 完全的是意外之财的感觉 就跟捡钱一样啊 当然了 最近这几年 这种感觉好像大大减少了 是吧 为啥 现在用现金的机会少了 从哪都刷手机 扫码了 每年最集中的一次 用现金的机会 那可能就得数过年的时候 发红包 收红包 都得热了 是吧 人家当面给你拜个年 你不能说的 来来来 手机拿来 我给你扫个码 我给你转点 这这 这不好 这得掏出来 给个红包吧 涂个吉利 哎 最近广东啊 有一家工厂 那儿的工人啊 陆续从红包里头 卡卡往处拆现金 这咋给他乐完了都 有的人说了 那红包里头 那本来这得是装钱的呀 这玩意儿这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哎 这你们不知道了啊 他们拆那个红包 可不是一般红包 是别人扔了的废弃红包 这是什么厂子呢 广东一家废纸厂 那废纸厂子收回来 都是当废纸用的 资源再利用再回手嘛 是不是啊 厂里边有不少的工人 每年的春节之后 就这段时间 大伙的工作积极性 那是空前的 前所未有的高涨 3月3号那天 这不又来大活了吗 一家废品收购站 送来的废纸 这里边就有不少废弃的红包 这个可都不是普通红包啊 在废纸厂员工们的眼里 那每一个红包都有可能暗藏着秘密 于是乎工作第一项开始 集体检查每一个红包 这挺有意思啊 打开必须仔细看 每一个红包都得给它拆开 往外得倒几下子 伸手再往里头摸摸掏一掏 确定里边啥也没有了 再送往下一道工序 你就看大伙啊 满脸笑容 我这有了 有了 一百块 捋好了 放在旁边 等一会儿 那个来了 又有了 有了 这个 我这少点 二十 跟刚才那一百放一块 你就瞅啊 一会儿这个倒出来几百 一会儿那个又瞪出来几十 大伙就蹲地上给它拆红包 旁边放的呢 全是从红包里头翻出来的 现金 你看什么 不少呢 地上 是吧 废纸厂的老板说了 这些翻出来的现金 怎么办 因为它都做废气处理的 那你掏出来的就得归工人们 给他们评分 然后呢 也给其他的 不是这道工序的 也有其他的员工嘛 给买点鸭鸭的酒的啥的哈 小吃的啥的 意思意思 所以说每年呢 年后这段时间 大伙全都干劲十足 尤其拆红包这个 虽然说不是每个红包里都有钱吧 但是也背不住 拆红包就能拆购 怎么也够个半个月工资 这活都干得高兴啊 是吧 老板也说了 这个红包的这些钱都哪来的呢 这些废气红包啊 有的呢就是公司 比如说咱见过做活动这种 就一棵树上绑了不少的红包 有的有钱 有的没钱 可能当时树上呢 还剩了 一般这种活动完事以后啊 公司就放假了 他也没人管了 等到重新回来上班的时候 可能有的保洁阿姨啊 收拾收拾啊 就给扔了 都以为没用了 里边废纸条子呢 也有的呢 比如说家里边 小孩收的红包 过年呢 大人也都喝的 五米撒闹米等的 是吧 也记不住了 哪个红包里头 有没有钱 拿不拿出来了 收拾无钱 袭了糊涂 哗哗哗 就给都露一块 就给扔了 有的伙伴听完这事 是不是已经心里边 在画魂了 哎呀 过年时候 我那红包拆了吧 里边钱又拿出来没 哎 有没有直接扔了 这 现在想可能 想想不敢烫 家里有红包 还没扔的 现在赶紧的 拿出来翻一翻 看一看啊 以前咱也不是没说过 有类似的事 给别人旧衣服里头 塞着钱的 卖出去的这个 这个这个 旧洗衣机里边 也有藏着钱的 甚至卖的房子 那个里边 都掏着钱的 晾背 又撒一地钱的 这不都有吗 反正有些事吧 就是你要是说 你熟识啥东西啊 大家伙啊 当时你觉得 好像你觉得挺清楚 隔几天 你就有可能忘了 再隔时间长了 几个月 几年 那压根可能都不记 这么晚事了 伙伴们有没有 这种情况呢 你扔东西之前 你们都好好检查一遍 好好掏一掏 红包了 或者说衣服 这个裤子 都是啥的 都翻不翻 微信平台来讲一讲 你们有没有 这种意外的惊喜 意外的收获 来 等你们啊 尿贫 尿不禁 夜尿多 可能是前列腺出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 50岁以上男性 前列腺增生发病率 已超过50% 已成为中国男性的 男言之隐 前列康 其手辽宁都市频道 共同发起 守护前线行动 邀您一起关爱男性 关注前列腺健康 滴滴答答尿不禁 快用前列康 前列康 一个月 一聊 妈妈去过很多地方 可是她说 还是辽宁好 不光是好玩的地方多 好吃的更不少 我的口水 走在这红墙里 空气中 都透露着历史的味道 街上的车水马龙 晚上的灯火水菜 时刻提醒你 一天三顿小烧烤的魅力 可别小瞧了烧烤 在井中 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妈妈说 辽宁新鲜好玩的事很多 我想赶紧长大 去发现 去体验 每一位来辽宁的人 其实在和我们一起发现 不知道伙伴们 有没有过下边的这种经历 你们回忆回忆 就是人都走到自个儿家楼下了 忽然想起来了 自个儿好像出门前没锁门 但那到底锁还是没锁呀 越和谐心里头越没底越画魂 越和谐越决认 指定是没锁 完了以后 着急忙慌的 还得往楼上呱呱一顿撩 结果连跑在家 到了家门口一看 发现这门果不其然 锁的等等的 你看我刚说完 不少的伙伴都跟他点头 平常指定类似的事 发生不少吧 下边南京这女伙伴 她跟老公俩人 不是锁门的事 她就说啥想不起来 家里边这个煤气灶 到底是关了还是没关 不过他俩想起来这事 可不是在家楼下 他俩都已经坐在飞机上了 而且飞机都已经 飞了五十分钟了 我的天 这要真没关 那可真要出大事啊 说话的是航班上的机长 跟他对话的是 航空公司的签派员 俩人合力帮忙 想折解决问题 五号那天 一架从南京路口机场 起飞的航班 在飞行了五十分钟后 一名女乘客通过空姐 找到机长 说自己和老公 谁也想不起来 家里燃气灶的火关没关 俩人越想越害怕 只能找机长帮忙 机长连忙帮着联系 通过地面的工作人员 给乘客的小区物业 打去电话 报上了门牌号 和房门密码 请物业人员帮忙 跑了一趟 万幸啊 家里燃气是关闭状态 只是房门没有锁好 也算没白折腾 歪打正着了 不过呀 这对夫妻确实太马虎 好在机长给力 难题迎刃而解 棒棒的 骑火的小货车 冒着浓浓的黑烟 车里的货物 眼看就要报废 3号那天 江苏速迁金户高速上 一辆正在行驶的小货车 突然起火 因为风很大 火借风势越烧越旺 货车司机看着一车祸 心疼得不行 司机说 坐在副驾驶的朋友 在车里抽烟 之后顺窗扔掉了烟头 哪成想啊 一阵大风刮来 把还没熄灭的烟头 又给吹了回来 直接掉在了后面的车厢里 引燃了后面的货物 得亏消防及时赶到 很快控制住火势 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车窗抛物要不得 更何况是烟头啊 到头来 自己坑了自己啊 前一阵 福建泉州的一个10岁男孩 得了过敏性结膜炎 为了图省事 男孩妈妈就买来一款 对症的含激素类的眼药水 可因为男孩症状反复 妈妈就连续给他用药半年 结果呀 眼睛是不痒了 却出现了眼障 头疼 恶心等症状 到医院一查 双眼青光眼晚期 视神经萎缩 双眼白内障 医生说呀 眼睛就像一个水池 水流进出平衡才正常 如果出水口被堵 进水多出水少 眼压就会升高 孩子用了一种特殊的眼药水 是激素类的眼药水 激素呢 短期用非常好的抗眼作用 能够帮助我们控制眼睛的炎症 减轻症状 但是长期使用 会使我们眼防脚的 这个小梁网足够 发生变化 导致出水受阻 因此它的眼压就升高了 而眼压升高 就是导致青光眼 最主要的原因 医生说啦 眼药水不能滥用 尤其是含有激素类的眼药水 得多注意啦 下面来关注疫情 3月6号13点到24点 辽宁省没有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 没有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昨天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新冠肺炎 本土确诊病例214例 其中广东69例 吉林54例 山东46例 甘肃12例 河北9例 内蒙古7例 江苏5例 云南4例 上海3例 湖北2例 山西1例 浙江1例 广西1例 再来关注吉林省吉林市 昨天吉林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2例 其中41例为轻型 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普通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例 从昨天早上6点开始 吉林市已经启动城区第二轮核酸检测 在吉林市的一个核酸采样点 记者看到市民按照防疫要求佩戴口罩 有序进行核酸采样 现有居民是9151人 我们已经分成了7个检测点 现在已经采了6351人 记者从吉林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 3月7号零时至3月13号24时 吉林市将进一步强化城区 含船营区 昌义区 龙潭区 丰满区 高新区 京开区 全部区域疫情管控措施 目前吉林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 原则上停工停产 各大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城区以居民小区为单位 乡村以自然屯为单位 严防人员随意出入 城区居民原则上每户家庭 每天可指派一名家庭成员 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外出采购生活物资 其他家庭成员 除参与疫情防控 生病就医 以及急需工作外 一般不外出 因工作确需进出的 需持有单位所发通行证 或警官证 并出示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此外 从3月6号零时起 暂时停办吉林站始发 及京停旅客列车的乘车业务 吉林站后车室同时封闭 吉林市各交通出入口 实行交通管制 吉林全市专门设置了 三处快速核酸采样点 为离籍货物运输从业人员 提供免费快速核酸检测服务 城区生活必需品 调运平稳 下面是第十三届 万人空巷抢隔离互动时间 来看看微信平台 大家伙留言 刚才说了 问大伙这个 有没有在衣服里边 有时候揣点钱忘了 一换季 一换衣服 咔一插兜 发现有钱的情况 还真有不少伙伴留言 市区的青春 他说刚个换季的衣服 翻出来确实有钱 我今天早上 刚换的春季外套 就发现十块钱 钱虽然小 但是有 这不应了那句话吗 蚊子再小 它也失重啊 这十块钱哪是十块钱 那也是钱呢 对吧 你就说说 你翻出来 少一抹钱 这时候这个心里边的感觉 是不是一种惊喜 你别把它夺钱 这种惊喜 最起码 他十块钱买不来的 行了 大伙啊 还有谁有同样的经历 微信平台 欢迎来给咱们留言互动 等你们啊 文字会定制制制胜肉肠组合 精选国内优质猪腿肉 匠心品质 现代工艺 三种口味 款款经典 麻辣小龙虾味 精心配比 Q弹不腻 地瓜味 干鲜解腻 营养美味 原始肉香味 鲜嫩可口 肉汁自艺 保质感满满 原味和地瓜味 十根组合 只需38块8 三种口味 十五根组合 再送五根 只需69块9 关注新闻正前方 微信公众号 找到都市会 尽享好市会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祖方源自补肺汤 补肺益气 止咳平喘 喘咳 气短 甘咳 痰黏 你需要注意补肺 中药补肺丸 专制咳痰 尿贫 尿不进 叶尿多 可能是前列腺出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 五十岁以上男性 前列腺增生发病率 已超过百分之五十 已成为中国男性的男言之隐 前列康 吸收辽宁都市频道 共同发起守护前线行动 邀您一起关爱男性 关注前列腺健康 滴滴答答尿不进 快用前列康 前列康 一个月 一辆 前列康 2022都市迹象战 指手四季 一枝冷暖 来啊 下边是第十三届 万人空巷抢格力 互动时间 来看一看啊 刚才说这个兜里边 掏着钱的 红包里边有时候钱忘了的 这事啊 你看真有 这不是说光新闻里头说啊 娟儿姐这伙伴给咱们留言 他说 他说我儿子结婚 这时候就差点把这个 有钱的红包给扔了 还好啊 他说对账的时候 差钱了 对账对得还挺细啊 说在没用过的红包里边 找着了 别人他说把名都写到外头了 这位亲戚呢 把名写里头了 你看 咱们啊 尤其像这种结婚啦 啥的这种办事情 大规模收红包的时候 那更得仔细了 你这万一真 把有钱的给扔了 你说是不是 那多可惜啊 另外人这一份人情 你给落下来 这钱是另外一回事 人情还有一回事呢 对吧 另外这给咱提醒一个什么呢 给别人随理的时候 你不行 你里外也把你名都写上 省了他给你那个忘了 给你漏漏漏漏漏漏 行了 大家伙看来这种生活经验 还真不少 微信平台 欢迎继续来给咱们留言互动 来接着落 以前我记得 有那么个笑话 前一阵 大伙肯定有印象 就说有人接着诈骗电话了 那边说 你好啊 我们查到你的银行卡 在泰国有一笔三十万的消费 请问是你本人刷的卡吗 这个一般来说 按照正常套路 那接电话肯定得造一愣啊 肯定就说 不可能 没有 我从来没去过泰国呀 但是我哪能刷那些卡呢 然后 对方就要你卡号了 说你这被盗用了 怎么怎么地的 就一系列的套路 就说帮你查呀 又咋地的 结果 这人 夸 钱就被骗了 这是一个骗局 但是呢 这笑话说的就是 接电话这个 他没按套路走 那边一说 人家三十万 太过 对呀 接电话这接的 他说了 是 是我本人刷的 我刚才买了个大象 他就故意 戏耍这骗子 他知道这是骗局 直接给对方人家 整不会了 这个笑话大伙 肯定有印象 你还别以为 这就单纯 是个笑话 最近呢 还真有人晒出来 自己网购大象的订单 你看看 我一说完 马上有的伙伴 演出屋瞪起来了 啊 网购大象 谁呀 买那玩意干啥呀 家里多大地方 能养一大象啊 哪有地方养啊 再说那玩意让自己养吗 你看你操心的 都是后续的事了 第一步 难道你不应该是问 大象他咋发货吗 咱就说吧 一个小象仔 刚生出来的小象仔 我估计一个成年人 也捧不动吧 别着急 让这位买大象的女伙伴告诉你 啊 人家说了 大象是自己走来的 越说越玄乎了哈 咋回事到底 这事是这么事 我给大伙说说啊 这个女伙伴呢 无意之间 她就发现在网上啊 网购平台写着 卖野生大象 售价多少钱 一块钱 哎 你看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 一块钱她买不了上当 那怎么还能买一头大象 下单 买 一块钱嘛 这个真是一个敢卖 一个真敢买 都交完了钱了 那不得问细致点吗 问客服 哎 我这大象几天发货呀 那边回来 说啊 我看您这地址是青海啊 哎呀 有点远呢 那得等个二百多天吧 二百多天啊 他还接着闹呢 那要到时候 不到货咋整啊 人家说啊 没收到货的话 我们给您补发 紧接着商家 发过来一个视频 什么视频呢 就是一个大象 哎 正在那走道呢 告诉他了 这个就是您的大象 看见没有 现在已经出发了 你在家等着就行了 啊 这买主说的 出发了 他认识自己 自己认识咱家吗 他能找到咱家了吗 客服说了 认识 他自己会看导航 都给他看完了 哎呦我的妈呀 一块钱 买头大象 自己看着导航 能走到您家 这事听起来 怎么那么玄幻呢 是吗 有的人好信 就真去搜一下了 哎 你别说 还真有不少 卖大象的 都不贵 价格呢 一般都在五毛以上 十块钱以下 销量正经还不错呢 还有23个人 点击确认收获 这是真收着大象了 那怎么可能呢 这些商家说了 说呀 我们卖的不是真大象 就是个虚拟商品 有的人就是图一乐 下一单 快把某钱 一块两块的反正 过后要觉得不开心呢 还可以退款 说白了 就是享受这个玩 聊天的过程 就玩嘛 看了这个事 有人就觉得了 你这玩意 就算是个游戏吧 游戏 人家游戏公司 还得开发点啥呢 是不是啊 整的还得费点劲 这行了 这玩意整个就是 就玩个心里寂寞啊 两头 啥都没有 就靠聊天 就意念 是吧 我忽然感觉这个 很像这个 不知道大伙还记着吧 之前挺火的 那个养青蛙 那个游戏 就跟你手机上 下载这个游戏 完了你这青蛙呀 就一会儿就上这儿去了 旅游去了 一会儿就上那儿吃饭去了 这那这儿挺火的 是吧 完了呢 你就在这边看 一看一乐 这就等于花几块钱 这就相当于 整个虚拟的大象 你天天你就合计 我这大象到哪了 你要问啥呢 人卖大象 这个天马行空 还跟你瞎扯 还真搭呼你 你比方说吧 我 我买一个大象 让他给我邮到沈阳来 过两天我再问他 我说你 这大象到哪了 没准他就告诉我了 你大象已经过上海关了 马上就到沈阳了 玩呗 互相图一略就完事了 互相编故事 但有的人呢 想的就不这么简单了 各位伙伴 有的人就发现了 说大伙有没有发现 这么玩 你是乐呵了 但你下单以后 你的个人信息 你的住址电话啥的 那不都透露给人家了吗 这多危险呢 万一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 收集别人的信息呢 哎 你看 这么一说 这担心好像也是不无道理啊 你看平时咱们都是 小心谨慎的 不想泄露个人信息啊 什么地址电话 都无留言呢 到这时候 怎么还主动自己花钱 还告诉人信息呢 还得自己花一块两块的 是吧 不过网购平台的客服说了 说现在啊 网购活体动物 仅限于宠物猫狗 卖大象这种行为 即使它是虚拟的 商家也有错换类目的嫌疑 消费者可以在平台发起举报 可以投诉 这个事伙伴们你们怎么看 你对这个买大象这事感兴趣不 微信平台可以一起唠一唠这事 等你们啊 说了天气啊 昨天开始咱们省就摆脱这个冷空气的控制了 再次又进入到升温的通道 最高气温呢 除了中部以及以北的地区 全都回升到五摄氏度以上了 全省的最高温出现在朝阳卡佐 已经达到了8.8摄氏度了 不过昨天这个升温呢 只不过就是开了个头 升温的好戏才刚刚开始啊 明天全省天气情况具体怎么样 小北赶紧给咱们详细说说 欢迎来到都市西乡站 我是小北 暖气团全面抵达辽宁 伴随着经浙洁气的到来呢 省内确实转暖势头明显啊 而且到现在呢 也确实是升温刚刚开始的 不过呢这个升温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像到了现在的这个时段 咱们想要的室外温度 就已经可以达到零上的8度了 室外整体的感受确实是很不错 尤其今天的风呢又比较小 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摄像镜头来看一下 其实今天我站在室外待了一会儿 我发现确实已经开始有一些人 换下这个羽绒服 改穿一些像泥子外套啊 甚至是有些人已经穿上了风衣外套了 因为没有风啊 如果你不是出行特别晚的话呢 其实体感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呢早晚的最低气温变化 真的是不大 所以还是要提示出门早回家晚的朋友们 依旧是需要注意好保暖的 明天呢咱们省内的阳光和多云参半 但是并不会影响暖气团的发挥 比如说明天白天啊 咱们全省的最高气温 还会在今天的基础上 继续的上升1到5度 全省呢也只有丹东地区的最高气温 是可以达到零上的8度的 其他的城市都将会达到10度级以上的 那最暖的就要数朝阳了 明天的最高气温预计将会达到18度啊 这满满的都是春天的暖意 但是呢早晚的最低气温依旧变化不大 全省呢也只有大连和安山 这两个城市的最低气温 可以达到零上一度 其他的城市呢 都是在零下6度到零下一度之间的 日温差比较大的同时呢 明天咱们省内的风相较于 今天来说也是有所增大的 全省普遍是以西南风为主 而且绝大部分城市的风力呢 可以达到4到5级 比如说呢像盘景和葫芦岛这两个城市 明天的风力是可以达到6到7级的 所以明天各位出行 感受暖意的同时呢 这个防风的装备也是要准备好的 那目前室外的情况就是这些了 来看一下我们各地的城市预报 沈阳情零下6到12度 大连情1到10度 爱山情转多云1到13度 辅顺多云零下6到12度 本西多云转情零下3到12度 丹东多云零下3到8度 锦州情零下1到13度 迎口情零下1到10度 复兴多云转情零下6到15度 辽阳多云零下3到14度 铁岭多云零下3到13度 朝阳阴转情零下1到18度 谈景情零下2到10度 你看我的嗓 就是破掉日闹的 自称电视安装不牢 掉落摔坏情况不妙 应该找谁负责修好 用啥现在心情更糟 缺了多余的繁杂 才能拥有简单的美好 简醇酸奶 零添加蔗糖 怕蔗糖喝简醇 简醇 零蔗糖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均勒老入业 我呀是地地道道的沈阳人 铁锡生铁锡掌 以前我家门口就是沈仲集团 新中国第一炉钢水就是从这儿炼出来的老牛了 现在这已经变成了文化创意园 可以闲品咖啡 尽赏艺术 铁锡再往西就是如今的新铁锡 老沈仲华丽转身 变成现在的北方重工 我身后的中德装备员更是享誉全国 国产的宝马轿车就是从这里走向全国的 这样的中西河壁用咱们东北话说 俩好嘎一好老好了 我在沈阳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家具店 我准备进去在沈阳投资 我准备在沈阳多开几家分店 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我们携手向上向前 头两天咱还落呢 过完了2月2和经浙呀 新的一年必须得加把劲的生活了 今年咋干 估计伙伙伴们自个儿心里头 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虽然说心动不如行动 但是咱可不能冲动 干啥之前还是得琢磨好嘞 想清楚嘞 该了解的也必须了解到位嘞 这么河南商丘的女伙伴姓上 上伙伴 她就因为准备工作 没准备 现在整的就挺狼狈 前两天 这上伙伴说当地有一个美容院 去搬效果可不一般 她当时就心动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脸上般多让我繁指 我应该去试一试之 你别以为这上伙伴 单纯就为了变美 她呢 还看中这里边的商机 她就想啊 越来越多人想变美 花点钱都无所谓 那不正好吗 我要把这项技术学会 边美丽边挣钱 之后我再开个店 妥妥的美老板呢 那我不就是人生赢家了吗 这上伙伴啊 想的挺美 到地方呢 一体验 确实想的太美了 她到店咨询了 人家说的挺好 怎样 你想要学习啊 那就是最初级的加盟吧 是吧 我们家费用不算高 两万多块 啥都包 包交包贿 不会退你往返路费 咱家还是中药去班 不刺激害安全 关键是效果呢 是立竿见影看得见 你回去开店就挣钱 我告诉你 我这都是祖传秘方 要不是看你人挺实惠啊 正常我告诉你 咱都不外传啊 这上伙伴确实挺实惠 了解了一下以后 没合计 交钱了 交完钱了 那就得开学了吧 咋学啊 没有现成的顾客 他自个儿亲自上身体验去了 躺在床上的时候 就没感觉有异常 但接下来 店员的一番操作 让他感觉自己仿佛要遭遇点大祸 原先承诺了说中药去班吗 直接变成在脸上帽上白眼了 随之而来的 还有满脸的刺痛 疼到啥程度 上伙伴感觉自己浑身都嘚瑟了 紧忙着叫停了 哎呀呀 等会儿 等会儿 这也太疼了 你们跟我讲的啥呀 这对方还振振有词呢 变美当然有代价 这带疼痛算什么 有歌为证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 这上伙伴得说挺坚强 他这一说挺住了 吃得苦中苦 脸上的班是不是就没了呢 答还不清楚 体验之后 这上伙伴去班 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更重要的是他脸褪皮了 一层皮都掉了不说 还红还肿 基本可以断定 就没法见人了 这回他可不干了 你们说是中药去班呢 全程我也没看见中药啊 我这脸上嗷嗷冒眼 那不是叶旦吗 那不是啊 得说上伙伴还挺明白点美容 承诺的中药去班 变成了叶旦去班 这不说 而且效果也不好啊 上伙伴当时就想退钱 双方就抄抄不出来结果 最终找到当地的相关部门了 结果这一调查 更让人害怕了 上伙伴找的这家美容院 肯定是没有培训学员的资格啊 更重要的是 他做叶旦去班 这个资质他都没有 这家店营业执照上 写得很清楚 他是干生活美容的 什么是生活美容 这叶旦去班已经涉及到医疗美容了 给上伙伴退钱那是必须的 但这家美容院这个事还没完 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 咱再多说一嘴 这生活美容怎么回事 就是说用化妆品 保健品 还有非医疗器械等等 非医疗手段 对人体进行的皮肤毛发呀 还有什么这些个护理 还有按摩等等这些 带有保养或者保健性的 非侵入性的美容护理 这叫这个什么生活美容 说白了你像修个眉呀 眉个甲啊 这些都属于生活美容 但医疗美容就不一样了 它得运用手术 还有药物或者是医疗器械 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的 或者具有侵入性的 医学技术方法 对人的这个容貌 还有人体各个部位的形态 进行修复和再塑 拉双眼皮开眼角 这类的这都归这个 所以想挣这份钱的机构 你必须得是医疗美容机构 就咱说是医美 必须得有医疗机构 职业许可证 按照规定呢 生活美容机构 没取得合法资质 禁止开展医疗美容服务 这俩不一样 所以说各位爱美的伙伴们 想要变美 咱必须得谨慎 认准它的资质以后 才能做决定 你别习了糊涂的 找个不靠谱的地方 钱是小事啊 你没了钱了还能挣 你这脸这玩意要坏了 上哪整第二套去 谁也不二皮脸 是不是啊 那么就得后悔一辈子吗 必须谨慎 今天啊 咱们都市会给大伙带来的是 鲜嫩可口的肉肠组合 黄金肥瘦比例 肉粒饱满 把这款肉肠下锅 煎到微焦之后 油润微黄的表面 用手掰开 肉肠能够扯出来 一条一条的肉的纤维 用手捏一捏还十分Q弹 口感柔嫩 是肉汁四溢 老少皆宜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 辽宁制胜食品有限公司 接下来呢就请大家跟随我 到车间里面去了解一下 我们这次都市会定制的 烤肠的制作工艺 原料还是以猪肉为主的 国内的知名厂家的原料肉 比如说前肠啊 后肩啊 老百姓通常都能听得懂的 前腿肉 后腿肉 这个就是咱们腌制好的馅料 腌制好的原料肉 就肉多 鸡肉的含量只占到百分之几 地瓜口味这个肠是真的有地瓜 不是那种用什么香精这类的 调制的那个口味 地瓜原成太多才那个软啊 香啊 甜啊 糯的那种感觉 才能充分体验出来 加到香肠里 肉馅里面 再灌制 肠衣呢 就是天然的猪肠衣 这个地瓜的这个颗粒啊 还有这个肉的颗粒在里面都能看到 对对对 看起来就很诱人的这个 很诱人 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产品 但是有点小贵 那其他两个口味就是没有地瓜 对吧 其他两个口味 一个是原味的 还有一个是加的小龙虾肉 为什么叫干不棱子肉肠 什么意思 东北话 肉含量是非常大的 不同于市面上 这个比如说 大家常吃的 地瓜肠啊 火山市烤肠啊 它这些子蓝好的子蓝坏的 参差不齐 这个地瓜烤肠啊 受众的群体非常大 你喜欢吃肉的人 他喜欢吃这个肉肠 喜欢吃地瓜的呢 他还喜欢吃这个肉肠 就是说上到99 下到刚会走 也没有摄氏 还没有防腐剂 吃起来还非常健康 比如说孩子开学了 我们现在这个烤个肠 一早上的时候夹个面包 又简单又健康又快捷 现在呢 咱们这个地瓜口味的肠呢 已经烤好了 真是太香了 是吧 那好吧 这个肉香和地瓜香 现在这个吧 就这根呢 这个好了啊 我个人比较喜欢烤的大一点的 就熟一根先给你尝一尝 尝一尝 这个肉肠一掰开之后 这种肉的香味和地瓜的香味 马上就弥散开来了 烤出来皮特别脆 然后里边这个肉特别特别嫩 地瓜也吃起来就是很软糯 肉的这个口味和这个地瓜的这种 稍稍带一点甜味啊 结合在一起 真的非常完美 都市会给毒粉定制的干部棱子肉肠 价格超级实惠 每袋300克五根包装 一袋原味和一袋地瓜口味组合 共10根 只要38块8 现在下单买15根 原味龙虾地瓜三个口味 另外再加送五根地瓜肠 只要69块9 这个价格呢 您在外面肯定是买不到的 市场上这种品级的肉肠呢 要卖到五六块钱一根 这可是只有咱们毒粉 才能享受到的福利价格 您可以煎烤油炸 涮锅炒菜 或者是切丁炒饭 咋吃都好吃 是家庭日常必备的营养美食 咨询电话大伙接好了 400-022-9128 都市会给大伙定制的肉肠组合 价格超级实惠 原料肉呢 都是选自国内知名品牌 优质猪腿肉 您可以煎烤油炸 涮锅炒菜 或者切丁炒饭 都行 三种口味 怎么吃都好吃 是家庭日常必备的营养美食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新闻正前方 微信公众号 在底层找到都市会 点进去就能抢购了 大伙一定认准 一进来的这个界面 上面有咱们都市频道主持人的照片 这个才是咱们聊台 都市频道的都市会 大伙买到手的产品外包装和都市会商城图片上展示的都是一样的 咨询电话是400-0229-12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呢就是专属各位女同胞的节日了 刚才也说了 三八妇女节 齐班山赛特奥来给各位女神伙伴们准备了超强的变身攻略 仅剩两天快来换新啊 齐班山赛特奥来 三月会员月 会员积分底线全面开启 一积分底一块钱 买单直接就底了 即日起呢到八号 全场三百多家大牌 包括普拉达 BV 还有巴布瑞 杰尼亚等等 东北唯一的澳来直营店在内 超底折扣 四大独家大牌消费还想五倍积分 直接底线 经典女装品牌 卓雅 一批雅盈 灵智等等 更是3.8折封顶 除了给力的折扣 满额刮刮卡在上线 累计消费满一千元 即可以抽取刮刮卡 小米55寸电视 空气炸锅 扇摩湿砂锅等等 奖品等你在拿 百分之百中奖 工商银行 招商银行等等刷卡 还能够想满额力减 这次塞特奥来还特邀东北国际医院 来开展免费一诊 共同守护女性健康 气温回声 现在正是享受春光的好时候 到塞特奥来 由户外自然美景 享室内四季如春 地上地下四千个停车位 免费停 吃喝玩乐够 全家游玩的好地方 这个女神节就去塞特奥来逛一逛吧 地址就在沈阳市浑南区 双园路36号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祖方源自补肺汤 补肺益气 止咳平喘 喘咳 气短 干咳 痰黏 你需要注意补肺 中药补肺丸 专制咳痰 去掉多余的繁杂 才能拥有简单的美好 简醇酸奶 零添加蔗糖 怕蔗糖 喝简醇 简醇 零蔗糖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君乐宝如也 尿贫 尿不禁 叶尿多 可能是前列腺出的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 50岁以上男性 前列腺增生发病率 已超过50% 已成为中国男性的男言之隐 前列康 其手辽宁多事频道 共同发起 守护前线行动 邀您一起关爱男性 关注前列腺健康 滴滴答答尿不尽 快用前列康 前列康 一个月 一较长 下面再跟大伙说个好消息 2022品牌服装 服饰 即农妇产品 食品博览会 从明天开始 一直到24号 在辽宁工业展览馆隆重举行 精品服装服饰 流行服饰 一站式构齐 展会还聚集了名优特色商品 农妇食品 休闲食品 家居用品 以及工艺制品 应有尽有 吃喝玩乐 一站式构齐 展会优惠力度大 商品质量也都是港港的 欢迎各位小伙伴们 没事去逛一逛啊 时间地点再跟大家说一遍 3月8号到3月24号 地点辽宁工业展览馆 下边是做女神莱赛特互动时间 看看微信平台 大伙留言啊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美容啊 美容减肥这些个去办这个事啊 燕这伙伴留言 他说我觉得吧 想变美啊 就减肥和锻炼 没有副作用还对身体好 对了 其实我这很赞同啊 这个就是都说吗 说这个怎么说 减肥锻炼 这是免费的美容啊 不花一分钱 而且还很健康 是吧 各位啊 但这个吧 就是减肥都知道好 能坚持下来的啊 真正能够一直挺下来 到最后能见到成效的 是一部分 一少部分吧 是吧 很多人可能坚持不住 没事啊 各位只要咱们有这横心 我相信大伙都能剪下来啊 开春了都开剪吧啊 接着说新闻啊 沈阳的十首信老伙伴 今年七十多了 他说自己现在心里特别生气 也特别憋怯 都是被这个新买的电视给闹的 你看我的伤 就在破电子闹的 昨天我出门呢 学校突然间就给我气得生狗了 生狗了搬了个梗头 拽了 拽了缝了好几分 他说自个这辈子没生过这么大的气 现在因为这件事摔得头破血流 让他气上加气 就是我准备这个提论里头吧 提个小电视呢 我就是那大电视我看了黄眼睛 各地乎提论里头呢 往我里面上网 你看小电视挺好 完了另外我看家里没有洗衣机 现在提个洗衣机 完了抽烟机也没有 之前呢我在那个东北家电 一个档口买过他家的电视 我感觉那效果挺好的 这啥样呢我准备在各家买 23号跟我邻居就去了 买完电视以后 小电视跟我说呢下午给你安装去 你各家等电话就行了 他说家里贴了新物件 本来新鲜劲就能让自己高兴好一阵 当时安装价呢就那电视那个价 强热价花了五十块钱 他说谁成想 却出了这么一档子 让人糟心的事 25号下午一点多钟 当时我清楚看了电视呗 我把电源开关 承着电源开关查了 它突然间就给它戴下来了 戴了我的 我都拖着戴着机架呢 把那个颜料器砸坏了 我直接就这档 就砸在地窗上了 我这电视再看就看不了了 就平坏了 电视掉下来呢 我就觉得安装 都安装没安装好 我那个查个电源 就能把它带下来吗 如果它安装好了 我就拽有的拽别来 查电源开关 它怎么就掉下来了 新电视到家才两天 就成了大花脸 他赶紧致电了商家 想要个说法 我说你能换不 这平坏 他说换不了 他说你也找哈尔集团 我找了哈尔集团 你这个安装 不是他们派的 捐运运运 你不管 你这换瓶可以 你得拿换瓶的钱 换个瓶的就需要多少钱呢 就是32顺的 1000块钱 39顺的 1200 我买个电视才花800 850 他说万万没想到 商家竟然说 他们一点责任都没有 他那个23号的时候 他要不给他送货 然后他说你送货师傅 能不能够按下底座 我说行 这样的话就把那货送过去了 然后呢 这23号就过去了 这事儿 晚上25号的时候 他说电视掉下来了 我说我在想不对啊 我就翻那单子 那个是安底座 然后我就 他给我打电话 我就说你当时不是安底座吗 突然间安关架了 他说我给他 按50块钱 他就给我安上了 他说他需要强调一点 就是给他安装挂架的 其实是他们行里的送货师傅 并不是孩儿厂家的安装人员 他要安装 我就给他抱孩儿热线了 我们这边所有的 孩儿电视热纸器 我都给抱孩儿热线 正常来说我们就是销售机器 所有的你要说安装 我肯定给孩儿抱热线 但你现在的 你就自己属于私质来安装了 并不属于孩儿安装 挂架 只是跟商家提出来 你要安装 当时我跟商家说 他说你用挂吧 我说我不用挂 我说坐那儿就行 我在家里我就跟他坐 就是说当时没提出来 有需要安装服务 对对对 当时我合理啥呢 坐这儿不行 他有点害事 这些事不明白 一点都不明白 脑子跟一点印象都没有 就现在人来了 肯定是专业人员 我当初我不知道他不是专业人员 商家负责人说 这件事想解决 只能找到那位送货的师傅 我们能帮助他找到这个人吗 现在怎么办呢 我肯定找不到人 我现在电话他也屏蔽我 你很反感我现在 人家说我安 你还不相信我 我给他安好了 我心里话 你要是当时你要安装 你就不应该收人50块钱 应该要孩子打 打这些什么安装 石守信说 这件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觉得这件事不能这么算了 我提出安装和仓家 这个事咋说呢 一个是真没问 一个是真敢安 结果闹出这么个事 通过这个事 刚才也得给大伙提醒 咱们在实体店购买家用电器完了以后 一定询问好了安装的流程跟费用 最好别回家以后再临时起义 我要怎么的那么的的 即使之后需要再改动呢 也是跟商家客服重新确认好了 安装的人员 重新专业的去了 这样才能够避免日后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 你当送货的给你安装 这不是一码事 最后还是提醒大伙上抖音和快手 关注新闻政签方 在这俩APP搜索新闻政签方 五个字 关注上就可以了 认准蓝威标志 这个准妈妈高伙伴 提前好几个月 她订了个月扫 还交了一万多块钱 没想到半道出刹头了 月扫来不了了 想申请退款 月扫中心提出了 月扫中心提出了分期付 分期给你推 这样的话呢 这马上要生的准妈妈 得怎么去围这个拳呢 侠和行帮忙跑腿 月扫中心有什么答复 一会儿咱们新北方详细说 好了 今天咱就先落到这 明天晚上四点五十 咱们接着落